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O-V-A HOVA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赞助播出 现在节目要开始咯 没有妹妹 Oh no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this week Purple Power 小明子报报的节目 I'm your host Dr. Moore 我是节目主持人墨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南无阿弥陀佛 Amen 没错 已经到了这个时节了 为什么一开始要先这样子说呢 因为现在正是咱们的清明廉价 包含了4月1号的这个愚人节 4月4号的儿童节 还有咱们4月5号 这是在国力里面 我常听到的Fone Sweeping Day 也就是清明扫墓节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 你是不是已经扫墓了呢 还是你早就已经扫完了 还是你打算等清明节过后再去扫墓呢 不知道隔壁小王你扫完了吗 我今天只有去灵谷塔稍微走一下而已 走一下是巡房的概念吗 因为我们蛮多亲戚 其实都在灵谷塔里面 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里 可能已经躺墓节的时候 不过你不要太惊讶了 因为人呢 往生之后 确实是要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摆放的位置吗 对不对 过去感觉好像真的都是土葬比较多吧 可是现在现代化 然后又讲求便捷啊 然后节省空间嘛 所以好像都是放灵谷塔比较多 对啊 你真的每个都要土葬 哪来那么多的地方可以 空间 对啊 地赛也是很急的 没想到在世的时候 这个要买这个一个住所 就已经很不容易啊 有土司有财啊 无田不成富啊 我想大家都了解这个概念 只是没想到 就是往生了 上了天堂 或去了阴间地府之后 还是这么急 这大家大概也是开了眼界了 不过 不管我们的听众朋友 你是选择呢 在清明前后 或者清明当下 来个当冲 去这个缅怀列祖列仙 然后进行扫墓的话呢 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啦 我们今天跟隔壁小王 就来好好跟大家分享 可能你此时此刻 在一边听我们的节目 正在一边前往扫墓的 那个动线上 今年由于还是饱受 这个疫情的困扰 虽然感觉在台湾 大家都觉得 好像蛮自在的 可是还是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内政部 似乎是有一些公告 这个鼓励民众 不要一托拉股的人 去扫墓 我们今天的内政部呢 就表示说 为了防疫的考量呢 只有六个直辖是会提供 扫墓的专车服务 就是像基隆市啊 新竹市啊 还有宜兰县等等 那有13个县市 都不提供专车服务 请民众多加的配合 没有这个专车 接送你去扫墓 照理讲 很多的民众 应该就会打消念头吧 过去呢 因为环保啊 然后希望大家 不要一托拉股 自行开车前往 今年反而是 反其道而行事 只有六个县市 提供专车服务 其他13个县市都没有 最主要当然就是希望 避免过多的群聚的效益 当然可能就会让大家 暴露在新冠肺炎 懒疫的这个群聚的危险当中 内政部就表示说呢 今年的清明的祭祖活动 要呼吁民众提前分流扫墓 或是有少数的家人呢 就代表大多数的人 去现场祭祀 或者干脆用 网络直播的方式去参与 线上直播真的有一点奇怪啦 过去应该是有一些禁忌的 不过可能科技当前 然后疫情当前 大概现在的做法也都 可以有很多通融的空间吧 你就在镜头外 就是默默的默念自己的名字啊 然后祖先的名字啊 就是希望隔空 隔着电波 去传达你的圣终追缘 OK 就大概有一点说 Hi Accenters Hi Grandpa Grandma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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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觉还是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平常烧香拜拜 或是烧纸钱的时候 长辈也都会提醒我们说 你要在心里默念如果你是谁 你住哪里 嗯 然后你这件事来看谁的这样 要把今天是来看谁的 对 要在心里把那个你的家族资讯啊 就默念的一清二楚 就有点像脑波传出去的概念 对 这样神明才会知道说 哦 好 你要保佑的是谁 好吧 好的 这其实是蛮 detail的 那我们的内政莫名证事也指出呢 目前多数的地方政府都已经取消 甚至是延期 甚至是改为线上直播的方式来举办法会 也实施呢 殡杖设施人流管制 提前在三月就开放了纳谷塔跟墓园 但还是有部分的县市 在清明延假的时候 是不开放入塔祭拜 直接改在户外来搭棚祭拜 户外的法会或大型的祭祀 这个是可以了解了 不过怎么感觉好像有一个 变成outdoor的open party 不过其实这样说也对啦 因为我们有很多这种清明扫墓啦 或者是什么中秋节端午节 只要是这种盛大的这种节庆 其实亲朋好友才难得有机会聚会嘛 所以这么说来 不只是为了疫情啦 大概也是一个happy party的概念 不过其实过年也才刚过而已 大家才刚聚完 然后清明要再聚一次 但毕竟我相信这些节庆 就是三不五十 可以把大家族的分胜在各地的 每个人凝聚在一起 所以或许还真的有其必要性 各地方政府呢 除了棚外祭拜 然后不开放入塔 也积极的向民众宣导说要佩戴口罩 也要求塔店的工作人员 要帮民众测量额温 还有在手部喷洒酒精来清洁 那如果民众是有发烧的状况 或者是有呼吸道的症状的话 就不要搭转车 或者根本不要出门去祭拜 来降低传染的风险 刚才隔壁小网友提到嘛 你其实已经去扫墓了 而且是去灵谷塔看很多的亲戚 那请问灵谷塔这边的工作人员 跟这个庙方有没有遵照这样的指示啊 其实完全没有 等一下那至少有没有戴口罩 我们是有开口罩啦 你们有戴 可是工作人员没有戴吗 一开始我家人刚下车的时候 还有几个根本连口罩都忘记戴 还是我说 哎哎 现在来那么多 请戴上口罩 然后他才晃人到 我说对对对 我都忘记了 我的妈呀 OK好 所以透过我们的节目提醒听众朋友 因为现在正好就是清明节的当校 请大家如果真的要去这个实体现场 而非云端或线上或直播扫墓的话 赶快把你的口罩给佩戴上吧 不过听众朋友 你可能也感到很好奇 我知道有时候听我们 不管是电台节目或podcast的听众 因为现在透过这个网际网路啊 internet超方便啊 对不对 app上面就有国外的听众朋友 你可能搞不懂 台湾的这个盛中追缘啊 就是清明扫墓 到底在台湾比较常见的是哪几种形式呢 其实台湾比较常见的三种清明节 祭拜跟扫墓的方式呢 有包含了像是挂纸 陪墓 还有探望灵鼓塔 挂纸 陪墓 跟逛逛灵鼓塔 这三个听起来好像了解 又好像很模糊 我们请隔壁小王来说明一下 挂纸是什么 然后陪墓又是什么 当然灵鼓塔 我们放在最后面好了 挂纸这个祭拜方式呢 其实应该是土葬 就是要有一个蒙阿波的一个 祭拜的地方的时候才需要用到这个挂纸的方式 OK 意思就是说他一定要清零现场 然后会看到一个墓碑 后面一个小土堆高起来的那一种吗 对没错 因为挂纸又称为叫做压纸 它是要用石头或砖头 将长方形的黄色跟白色的纸张压在坟墓上 代表这个墓呢 今年已经有后拜的子孙祭拜过了 这个我小时候有做过耶 因为我虽然很早就离开台湾 可是我记得很小的时候 跟着以前的长辈们去掃那个列祖列仙 就祖先的坟墓啊 我们真的就是要除草走山路 这样一路砍砍砍 就是把那个草堆啊 芒草砍平了 走到那个墓碑前 然后再除草 然后除草完结束之后 就露出了那个坟头了 就会在旁边用这个所谓的挂纸 鸭纸 它就是两种颜色黄色跟白色 然后我们要去找周边哦 那大人就跟我们说 赶快去找石头 然后我们去找各个不同大小石头 把它压上去 然后就是真的跟着坟头 这样排了一个U字形 当然是道U的字形 我不知道 可比小王有少过这样子的坟墓 他有这个经验吗 当然有 我们前几年其实都还 每年都要去做一个 因为我老家在中部嘛 我每年回中部的时候 像我几个奶奶跟爷爷 他们的坟墓都是这种形式的 都是那个mone apple 那我们当然是要到山上 很山上很山上的地方 几乎收不到讯号 那每年去一次真的是要除草 因为那个草真的是长得比人还要高 没错 没有一些在地的长辈带路 我们根本不知道 根本找不到 对到底在哪里啊 还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们是 也算是一个墓园的概念还是没有 就是 就整个山头那算是一个 都是吗 对就算是 讲在地话一点 就是一个mone apple的概念 当然我们去的时候 就是要先拜土地公嘛 准备很多的祭品水果 祭办完土地公之后 我就要去拜祖先 关于这个挂纸呢 我想应该是不止只有黄色跟白色 还有其他颜色啊 对因为我小时候压的是红色跟黄色 是不是颜色上还有什么意义或差别呢 对因为像是我们准备很多张 很多组那种挂纸啊 那第一张一定就是红色 OK 那红色的那一张一定是压在正中间的墓碑上 然后剩下后面那一叠黄色的就是大概每两三张一组 先压中间一排 然后左右两边就是大概压个两排或三排 就排成一个平行线 整齐的压在坟墓上面 所以也是在旁边找小石头找小砖头 通常这种事情都是找小孩子去做 大人都在旁边 忙着烧纸钱啊 或者是在祭拜啊 或是有一些比较接地气的长辈 就干脆拿那个香的那个尾巴 再插一只香烟 然后就是给那个额不达皱啊 或者爷爷抽 不过除了最常见的刚才说的 第一张可能是红色啊 后面多半是红白 好像在各个地方或者是不同的聚落 还会使用各种不同颜色的这个压值 对一般的挂纸 好像有些人会俗称叫做五色纸 眼下其实就是有五种颜色 但到底是哪五种颜色 好像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有人说是绿红黄白粉 那也有些地方说是红黄蓝白黑 每一个都不太一样 但我老家真的就是红色跟黄色居多 而且很多人更好奇的是 其实做这个所谓的挂纸 把它压在坟头上 这个动作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意涵啊 挂纸又叫做压纸嘛 刚刚提过了 它其实真正的含义就是要替祖先来修理房子 有一个修缮的概念 表示说这个纸压在上面 就是我们已经帮你除过草了 修剪过上面的树枝跟野草 把它弄得干干净净 才有地方可以压这些纸 原来如此 而且听说 因为在每个的祖先的坟的旁边会有土地宫嘛 因为土地宫上面好像也要压是吗 对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会有几组的挂纸嘛 我们通常除了那个祖先的坟头之外 在土地宫的厚土旁边那个小杯上面 也会压一样红色的挂纸上去 至于更多的细节啊 颜色有什么意涵啊 压基数压偶数啦等等啊 如果你们来自五湖四海啊 各面八方啊 也可以加入墨镜哥的脸书粉丝团啊 来告诉我们 你们家族里面又是怎样来解释挂纸这件事情哦 而隔壁小房还有介绍了 第二个在台湾常见的扫墓的形式呢 则是叫做陪墓吗 是的就是陪墓 陪墓呢就是将祖先坟上的杂草清除之后 要准备好生理酒蔬果或是柜类 因为传统文化相信祖先墓的风水 跟后代的子孙的运势是很相关的 那所以整理环境之后呢 就会在坟前点燃子孙灯 然后让子孙把灯给带回家 保佑子孙未来的发展可以很兴旺 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哦 不过我最常听到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家族的坟啊 就是这个祖坟 都会影响到这个厚厚代代 世世代代的这个发展嘛 这个风水 对啊风水很重要 对啊国外就讲风水 可是呢这件事情真的还蛮吊诡的 那如果没有坟头的呢 如果他只是像是放在灵谷塔里面的人 不知道这个风水啊 或者是这个形式跟习俗上 是不是有很大的落差 这我就不太清楚 对啊其实像不少以前的港剧啊 都有拍类似的桥段 像我不知道墨金哥有没有听过 以前一个港片叫做新人皮灯笼 这是电影还是 这是一个电影 是梁家辉跟秋淑珍演的 他也就是在讲说 这个主角就是一个很衰的人 电影到后面会发现说 他很衰的原因 原来是因为他前世被诅咒了 他前世的骨灰呢 就被葬在一个粪坑里面 就是一直被人家 就是大小变在上面这样 所以他一辈子都无法翻身 那后来就把他的骨灰挖出来之后 他整个运势都突然就变好了 像这种风水的概念 很多电影都很爱拍这样的题材 OK这种子就是在台湾 比较常见的一个清明扫墓的方式 就是陪墓 那基本上就是要把坟头 打理的干干净净 因为祖坟有了好的环境 只是呢也就可以过得平安顺遂 对啊 其实跟刚刚的鸭指 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去整理它的话 那让它杂草重生 草都长得比人的头还要高的话 大家都觉得说 这应该是一个孤坟 没有人祭拜 感觉就好像对子尊来说也是没有面子的 就是你让你自己的祖先 脸上无光 对脸上无光这样 那隔壁的邻居们 就是也会觉得说 我怎么旁边住了一个都没有人来打扫的 好难喔 活在人世间就很难了 没想到去天国当了天使 下了这个阴间地府还是很难啊 陪墓的拜拜是有一个顺序跟流程的 首先呢我们到了现场之后 不是先拜祖先 要先拜旁边的土地公 也就是上面通常会刻的后图两个字 那你是要用你的三生去祭拜 还有昂姑柜 面线 茶跟酒 来各三杯 然后再来是祭拜祖先 要在祖先的坟前呢 摆放另外一副三生的祭品 还有水果 还有菜 红蛋 甜饭 面线昂姑柜 还有酒 鲜花等等的供品 然后再点香点蜡烛 再成心祭拜 再来就是打扫祖坟 蒸满三杯酒 三杯茶之后就开始打扫环境 清除坟墓上新生的杂草 再来就是烧金纸 就是刚刚拿来拜土地公的金纸呢 拿起来三拜土地公之后就可以开始烧了 然后烧完之后才开始再烧祭拜给祖先的金纸 全部都烧完之后呢 再用祭拜的酒 撒在你的金纸的焚烧的地方 最后呢就是把祭拜的鸡蛋的蛋壳打碎 然后把壳剥掉 当然蛋你就把现场立刻吃掉 然后蛋壳啊 还有一些水果的残渣 就是当场先吃一些之后就把果皮啊 还有蛋壳啊 往坟墓上面丢 象征脱胎换骨脱壳新生的意思 感觉上好像是不太卫生 不过这毕竟是一个习俗一个动作啦 而且你如果把这些食物啊水果都有吃干净的话 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倒是还好啦 反正就是蛋壳跟水果皮嘛 随着时间应该就会自然的被化解掉 我们会在坟墓上长一棵水果树 如果那个子的话 说不定坟头那些杂草就是这些水果子长出来的 不过当然了 究竟还有哪一些可以拜的不可以拜的 我们之后也会跟大家一一来提点 除此之外你不觉得隔壁小王 我们刚才在讲的那个祭拜土地公 然后在祭拜祖坟 然后要拜什么东西 然后要鸭子等等 你不觉得就跟人间阳间做的没什么两样啊 就是你住在大楼里有一个大楼管理员嘛 然后三不五十你要缴管理费嘛 然后你还是有的时候会送他吃的好的 大家还是会互通有无 其实阳间跟阴间没什么两样嘛 是啊 大家做的事情其实都差不多 其实像有些比较有钱的人家 他们甚至根本不用每年自己去 他们会定期付钱 然后请当地的管理员去打扫 所以你到时候到现场的时候 就不用再多一个 就是砍草啊 砍树啊的动作 土草砍树啊 对了大概可以了解 也就是我们回到在台湾第三个最常见的 这个祭拜的方式 其实就是灵姑塔嘛 对 现在土葬当然是空间没有那么多嘛 那也有一些环保的意识在里面 所以现在民众都尽量是选择花葬啊 海葬等等的方式 跟传统的清明节拜拜扫墨的方式就很不一样 也没有什么杂草重生的疑虑 祭拜的流程相对也就比较简单 想要进塔位之后呢 如果是有信奉的宗教的话 那当然就是你要准备两份寿经 一份就是要拜灵姑塔前面的地藏王菩萨 一份是要拜土地公 另外呢也要准备影址来祭拜自己的祖先 所以就算是住这个高楼大厦也就是住进这个所谓的灵姑塔 其实还是有一些规则哦 也是有一些要遵循的拜什么不拜什么 那我想听众朋友更好奇的是 那如果完全都省事省力啊 我选择这个树葬花葬或草丛撒一撒 这样要怎么祭拜啊 要注意哪些细节啊 花葬树葬跟海葬呢 其实并没有特定的祭祀方式 那会用这种方式下葬的人呢 就会在清明节的前后 举办家族的追思会 或是纪念王者的联谊会 或者是依照各种宗教信仰的方式来追思 那也有人呢会直接到当地的花 或是树或是海的地方呢 去调念这些已经离开的人 不过我不知道隔壁小黄你有听过吗 之前好像有媒体踢爆哦 这所谓的花葬树葬跟海葬其实并不是很环保 因为听说人类或者是动物的尸体进行火化之后 它那剩下来的ashes也就是骨灰 它没有办法被那么快的就代谢或吸收掉 所以他们其实只好把它铲掉 然后倒掉 然后之后再让你做一个形式上的花葬啊树葬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家属对这种方式是比较不能接受的 他们觉得人死后还是要留一点全尸嘛 你的骨灰如果都完全不在的话 或是根本不知道被丢到哪边去的话 对他们心里来说也是有一点障碍的 嗯 不过我想这个还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啦 还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喔 呃 总是会有一些更新的啊 或许我们现在只是在一个演变的过程当中喔 不过也有听众朋友可能会感到很好奇 在台湾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不是所有人在所谓的清明扫墓节在扫墓 有的人好早就开始扫墓了 可能是在三月份喔 甚至更早 甚至有我们客家的子弟呢 是在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扫墓了 对我有听到我客家的朋友 好像三月初好像三月第一个周末就跑去扫了 OK 三月好像还好 我以前还在新竹的时候我们离苗栗近嘛 那苗栗当然是我们客家庄 那我听过的就是过年后没多久 是农历新也没多久 其实就开始记足了呢 就有网友呢 也有在网路上提问到说 为什么客家人都喜欢提前扫墓呢 那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客家人扫墓的日期是由正月16日 也就是1月16号 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明节 那又以在正月16号扫墓的人最多 这是因为早期的客家移民来台呢 比较晚 比较有钱的地点啊 比较富庶的地点都已经有人住了 一些比较穷的丘陵地啊 又欠缺发展 所以客家的子弟大部分都是要外出谋生的 那以前的交通也不是那么的发达 往来都不方便 所以就趁着年节返乡的时候就顺便记住 打扫 扫完木之后就各自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为生活奋斗 这样的说法好像还蛮make sense 蛮合理的 因为毕竟啊 早期的那种社会嘛 你要出外打拼啊 真的不是想回家就能回家的哦 我想这个状况如果在中国就更明显了嘛 大家北漂的北漂 到这个外省份啊 城镇去工作的 你难得好几年才有机会回家一次 那你要扫祖坟这件事情哦 可能就只好掌握机会哦 譬如说逢年过节 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 就顺便一起扫一扫吧 也可以让祖先们继续保佑你在外面啊 奋斗打拼 但好像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吗 也有网友说呢 自己是客家人 以前很多客家的男生呢 都会去南洋做生意 所以根本没办法再清明节当天回来扫木 因为坐船要浅 当天来回又很累 所以就演变成在过年 年假的时候扫木了一举两得 所以就渐渐演变成客家人比别人都还要找扫木 不过现在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啦 也没有人会去南洋工作了 但是因为以前的习惯就这样传承了下来 所以现在客家人还是习惯比别人早扫木个大概一两个月吧 原来如此哦 总算在我们Purple Power 湘民子报报的这个节目里面为大家解惑了 这就是为什么客家子弟们都比起一般人更早来清明扫木 当然这也是一部分是习俗跟习惯啊 还有当时的这个历史脉络跟变化 不过刚才隔壁小黄其实有提到 我们的时代啊不断的在变化嘛 所以很多人就算无法一时半刻 立刻在清明节赶回来 扫木也不成问题啦 我觉得是新陈则林的问题嘛 祖先大概也都能够体谅啦 话说我们最哭手最有创意的湘民跟网友 当然也会在想我们拜拜只能这样拜吗 有没有哪一些新的创意的方式是可行的 清明年假到了吗 不少人都还是有祭拜的习俗嘛 那通常祭拜的东西都是以猪啊 鸡啊鱼肉为主 那常见的贡品还有像是鸭蛋啊 面龟啊 昂骨粿啊 还有整颗的猪头 整颗的猪头吗 哇这个我比较少见耶 我知道有猪肉 但我不知道有整颗的猪头 那就有网友在PTT好奇的问到说 清明节的拜拜不知道可不可用麦当劳来代替呢 因为毕竟猪鸡鱼都有嘛 网友还真的是很有创意的 不过如果你的祖先是外国人的话 他可能还真的会托墨给你说 可不可以帮我拜麦当劳KFC或者是汉堡啊 之类的啦 因为我们要讲三家好了 没有要帮他打广告的嫌疑哦 这么说起来如果在麦当当呢 他有鱼饱 有牛肉 好像没有人拜牛肉吧 然后也有猪肉饱 然后鸡饱当然是有的 好像真的是牛猪鸡羊 除了羊好像没有 其他都有了呢 你要拜蛋的话也有猪肉满腹饱加蛋了 二合一 感觉好像很方便耶 但真的可以哦 因为这位远坡呢 就是在PTT的八卦版上面发文问到说 日前在家里的桌上看到麦当劳的宣传单 里面有一项套餐就是猪鸡有鱼分享餐 而里面的汉堡呢 鸡肉猪肉鱼肉饱 等于拜拜该有的肉类全部都有了 因此就好奇问到说 如果买这个回家拜拜 不知道长辈会不会生气呢 这实在太好笑了 干脆以后麦当劳或者这些相关的快餐店业者 就出一个叫做清明特餐 这样子不是一口气搞定的 就是拜完祭祖之后还可以直接吃掉 但是如果看在民俗专家的眼中 应该是不太OK的吧 那当然这个贴文一出呢 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很多网友都认为说 其实没有严格到说不行啦 但家里的长辈通常应该是无法接受的 那有人留言说 十年前就看过拜披萨肯德基麦当劳了 但每一家的长辈接受度应该是不一样的 应该只是自己想吃吧 就是后代指示想说啊我们今天来个披萨海陆特餐之类的 可是如果真的被祭拜的祖先们不知道做何感想就是了 就拜那个龙虾披萨 这个还不错 那也有人说呢 长辈子会征从习俗 如果要拜拜当然是要拜自己要吃的东西啊 你拜一些很难吃的猪啊 鸡啊鱼啊 自己不吃就硬要塞给小孩子吃 我觉得祖先大概也不会开心吧 不过这可能真的在当时的时空背景 这些是很豪华 而且是很珍贵的食材吧 我想包含要取得蛋不容易啦 甚至一整颗的猪头 就代表你得宰了一整头猪嘛 所以我想这些真的是时空境迁啦 那也有人说我有拜过哦 然后我家里还活着的长辈非常生气 哦 no 然后也有人说其实可以啦 就只是看家里怎么样啊 反正规矩都是人自己定出来的嘛 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的 所以往生者并没有不开心 反而是活着的人 长辈们不大开心呢 但也有网友呢 苦手的表示说 后果就是你会死 因为你看每个拜拜的人 几百年来都死掉啦 后果是很可怕的呢 好个人笑话 不过呢 虽然素食就是fast food 并没有被规定说是一个禁忌 但因为每家的长辈对习俗的标准 都还是不一样 所以如果下次想要买麦当劳拜拜的话 还是先问一下长辈比较好 免得到时候让长辈看到气的 火冒三丈 也是啦 毕竟这个是传统民俗的清明扫墓节 还是要尊重一下家里的这个习惯 以及长辈的意见 免得到时候啊 你不仅惹得活人不开心 严你的列祖列先生 帮你忙劝架 都没有办法哦 Anyway 我们后面还有更精彩的 要告诉你 究竟还有哪一些禁忌哦 跟习俗上 你可能要多加留意的地方 我们来听一段公益广告 来自我们的sponsor HOVA 社团法人 台湾 视觉希望协会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以下是美国疫情的最新讯息 美国确诊人数高达135万 哦 好想有人当个主播哦 对呀 听说呀 受欢迎的网络新媒体直播主 赚得也不错耶 可是 我又不是科班书生 而且我眼睛又不方便 我想还是算了 不要担心 看我的法宝 社团法人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HOVA 咦 这是什么秘密组织吗 协会主要是服务视障朋友 在生活以及工作方面的协助 那 和其他的视障协会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你就懂了 像最近 他们有针对视障朋友 举办广播人才训练班 以及舞台剧表演的训练班 而且不只针对视障朋友哦 他们还计划推出很夯的 口述影像电影制播训练班 可以学到剧本编写 配音录音 音源剪辑等等 外面学不到的技能哦 耶 那我的主播梦就有希望成真了 哎 还不快叫我 合主播 详细内容 请搜寻关键字 HOVA 社团法人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welcome back to today's purple power 小明子抱抱 我是Dr.莫莫静哥 我是隔壁小王 是的 我们今天恰逢就是清明当下 也就是清明扫墓节的 Thumb Swipping Day 很多外国人可能看不懂 我们在做什么 因为哇大张旗鼓的哦 要张罗这个买那个 然后呢 要注重很多的细节哦 其实这些都是一直以来 从自古传承至今 虽然刚才我跟隔壁小王也在说 现在都2021年了 可能有很多的网友们 乡民们在想的是说 那我们可以拜一些 是我们真的想要吃的东西就好了嘛 因为拜完了还是要吃掉啊 如果你拜的东西 是我们根本不想吃也不敢吃的 这样好像也很浪费食物 而当然啦 往生者的意见我们未必听得到 可是活着的人 长辈可能会不太开心 可是你这样想就太单纯了 因为家里的祖灵 真的有可能不开心 而且他会用不同的方式 来让你知道哦 清明节毕竟是 回家看祖先的日子嘛 所以还是有一些禁忌要遵守啦 那如果你不小心冒犯到的这些祖先们 就算是自己的祖灵 可能也是会发火呢 他可能在你睡觉的时候 就来梦中见你 跟你好好沟通 出西藏台 我想这可能会让很多人感觉 有一点措手不及哦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来了解一下 究竟有哪一些禁忌哦 特别是为了清明扫墓呢 我们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的部分 清明节呢 需要遵守的禁忌 有十大禁忌 大家要特别的当心 清明节十大禁忌的第一禁忌 不要随意进出老宅 嗯 不要随意进出老宅 这一点有一点突兀误 是指说只有在清明扫墓期间 还是随时 就平常也不要随意出入老宅呢 民间相传呢 清明节会有很多往生的灵魂出没 所以如果有一些老宅啊 或是一些老房子 就不要随意进出 小心有一些恋宅的灵体呢 就跟着你回到家里了 哦 听起来就觉得毛骨悚了 不过这也对了 如果是我们有很多的老屋翻修啦 做成了很美的这些咖啡店的书店 这种是可以去啦 我们讲的这个老宅呢 当然自然就是空屋空宅 像鬼屋般的那种 你就别在这么敏感的时候 还去给人家登门踏户了好吗 第二禁忌 扫墓要在下午五点以前扫完 下午五点前要扫完坟墓 我觉得这一点光用科学的观点想 也觉得蛮合理的啊 因为太阳下山之后 你如果在这个坟墓堆里面 或者杂草重生的地方进行扫墓 应该是有一点危险的吧 而且黑漆漆的看不到 到底是要怎么扫墓呢 扫墓最好的时间呢 是在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三点最好 因为那时候是阳气最重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拜拜呢 比较不容易卡到阴 那五点以后呢 就是阴阳交界的时间 在这个时候还在扫墓的话 比较容易遇到不洁之气 所以从这个习俗啊 从这个民俗的角度来看啊 就是阳气嘛 最旺盛啊 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以前啊 就是一般的民众在这时间扫墓 比较不容易耍掉啦 但是五点之后呢 你自己看着办啰 第三禁忌 不要去有祖先牌位的朋友家 什么 这个有一点困难吧 你如果要去朋友家玩的时候 还要先问说 请问你家有祖先牌位吗 这到底是什么由来啊 可能尽量连朋友家 这段时间都不要随便拜访 都比较安全 因为清明节很多的祖先 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面 如果家里有祖先牌位的人呢 祖灵回家之后 就很容易跟你擦身而过 那如果你是体质比较弱的人 就很容易生病或是感冒 原来如此 所以意思就是说 可能祖先回来了 在清明扫墓今天就说 这个是谁 为什么有个陌生人在我家 然后可能跟他擦身而过 这样你如果去朋友家拜访的话 就不要选这个时间点 清明扫墓还是回家 扫自己祖先的墓 他可以讲成扫你自己的墓 还是扫自己家里祖先的坟墓 是比较实在的哦 第四禁忌 扫完墓不宜直接回家 扫完墓不宜直接回家 那要去哪里啊 这个如果从科学的观点来说 要怎么说得通呢 关于这一点呢 其实我家的妈妈也是有提醒我 当时我们去扫墓的时候 他就有说中午要不要去哪边吃个饭再回去 然后也还很白目说 为什么就回家吃就好了 就立刻就被骂 他说不行 一定要在外面吃个饭 或是晃晃才能回家 OK 所以这个的根据是什么呢 而且隔壁小王 你们还是去扫灵固塔 所以灵固塔也不行哦 也算是在内 也算是一种扫墓 OK 好我们来听听看理由是什么 因为扫墓呢 毕竟是一个比较阴的地方 你去过这样的地方 很容易就像晦气跟阴气一起带着 所以建议扫完墓之后呢 又到附近热闹的地方 走一走之后 再回到自己的家里 比较不会将这些阴气跟晦气 直接带回家 好吧好吧 也可能说 其实扫完墓啦 如果硬要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来解释 就是你一整天很早出去扫墓 体力消耗的差不多 那当然是要饱餐一顿 或者是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家 这样也是勉强可以解释吧 我想也有可能是因为 你去扫墓的地方 很容易有一些虫啊 蚊虫或是一些样虫之类的 沾附在你的身上 所以可能不要直接回家 现在外面晃一晃 把虫甩在外面吗 这也太缺德了吧 不过我倒是听说 真的很多人在扫墓回家之后啊 就是晃一晃回家之后 就是要赶快把衣服啊鞋子啊 都脱下来清洗哦 或晒晒太阳 这好像是蛮常听到的 第五禁忌 清明节期间要禁狱 禁打麻将 还有禁止音乐喇叭开得太大声 什么 很多的网友跟小敏可能要崩溃说 什么我就不能OGC了吗 最好是不要啦 因为感觉上好像也不太合适 对吧 尤其是家中有祖先排位的人 因为清明节当天 祖林很有可能会回家嘛 所以要避免在家中从事房市 或是打麻将 那看电视或听音乐的时候 要转小声一点 以免打扰到自己的祖先 原来如此 一种不好意思哦 让祖先他们在旁边隔岸关火 就说哎呀 我看到我的子嗣又在传宗接代了 我觉得这样确实不太恰当 第六禁忌 不要败特定的水果 不要败特定的水果 我光想到这一点 第一个我相信听众朋友 你直接可以联想到的就是翁来 因为就是凤梨望来嘛 那还有哪些水果也不太适合在 清明节的时候拿来拜呢 不要拜的水果还有像是巴勒 还有番茄 香蕉 以及释迦 这些水果听起来都很好吃 也很正常啊 不过其实是大有来头 为什么不要拿来拜 拜巴勒会让人联想到被开芭蕾飘 哦哦是这样 我以为是芭蕾是掰啦掰啦 所以不吉利咧 OK芭蕾飘 那番茄的原因是因为番茄的汁 像是血的感觉 哦 感觉不太吉利 草莓 草莓毕竟是冬天的水果 哦 所以夏天比较很难学到草莓 所以会为了担心有血光之灾是吗 对 还有像是香蕉的台语就是金酒嘛 就是好像酒就是招 招魂招来的意思 OK 感觉也不太吉利 那释迦的话 因为释迦长得像佛祖的头 所以也不太适合拿来去拜祖先 原来如此 我们的听众朋友记下来了吗 芭蕾啦 凤梨啦 番茄啦 香蕉啦 还有释迦都不太合适哦 第七禁忌 不要买鞋子穿上衫 不要买鞋子穿上衫 基本上你还是要穿鞋子上衫 只是不适合买新的鞋子穿上衫 因为鞋子 同音就是邪恶的鞋子 所以如果你在清明节当天 就买鞋子上衫的话 就容易招鞋 是这样子的鞋音哦 对 我本来以为是说因为你穿了新鞋哦 就是你也知道嘛 在阳间 你买了新鞋 大家都习惯去踩你的脚 所以如果你穿了新鞋上衫 所有的好兄弟就会去踩你的脚 我以为是这样 结果不是 是因为他的鞋音说容易中鞋啊 招鞋啊 撞鞋 很可怕呢 不过我想也有可能是因为 以前的人你一年才买一次新鞋子 然后你就立刻把它上衫弄得脏兮兮 甚至是弄破 感觉就是会比较心痛吧 哦好心疼哦 我的新鞋 那就脏了 OK 这也算蛮科学的了 第八禁忌 不要拍照 不要拍照这一点 哎不对啊 刚才我们不是有说吗 今年内政部还公告 就是跟大家说 我们会有这个线上直播法会啦 还有祭拜 都可以直播了 拍照 不行哦 我想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 因为毕竟现在就是倡导线上直播 参拜祭拜 是 以前的习惯就是到目的 就是不适合拍照摄影 以免遭到不好的东西 同时也是对祖先的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就算真的要拍照 也不要拍到祖先的名字 小天你把祖先就这样子 给留在人间了 哦好吧 听起来都是毛骨悚蓝的感觉 其实我们在先前的专题也有提到 现在大家真的因为都很少能够准时的扫墓 或者逢年过节就一定回到自己的家乡 还有很多这一种远端视讯的服务 就是帮你去做扫墓 祭拜甚至五指枯木 他们都可以有这样的服务 所以看起来未来这些不能拍照 不能直播 可能渐渐会受到更多的这些挑战哦 第九禁忌 清明节当天生日的人不要去扫墓 什么 有没有这个时候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来说 我好想在清明节生日 应该没有这样的人吧 不过确实有很多的民众 他的生日就是在清明节 这些朋友们是真的不太合适去扫墓的 因为清明节当天生日的人 是一个喜气的感觉 所以是会有一种冲煞的味道在 所以当天生日的人还是避开清明节 不要去扫墓以免去冲煞到 如果真的要去扫的话 就带着艾草去拜拜 哦艾草 对对对 因为艾草可以避邪啦 晋升啦 好像都会使用艾草 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八股啦 不过既然是这个古人留下来的智慧 也算是蛮有道理的嘛 因为 Happy Birthday啊 生日开开心心的 如果去扫墓也会煞到自己 也会煞到祖先们 所以或许就暂且听之吧 不过我想很多的新宗朋友也有听过吧 人家说什么 属虎的人啊 不要去看这个newborn的小baby啊 或者是有小狗小猫刚出生 如果是属虎的人啊 生肖属虎的人都不宜去看啊 好像会造成小宝宝 或者小狗小猫夭折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点 隔壁小王有听过吗 有 还有像什么段长的人 感觉好像会对小宝宝造成不好的影响 是哦 所以你看过去这些流传下来的典故 是不是应该来开一个session 专门用更科学的观点来说说呢 有机会我们来试试看 第十禁忌 不是亲人的外人 不要乱拜拜 Excuse me 会有人这样子吗 就是我好想帮你家人扫个墓 我好想去不认识的人的墓前祭拜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吧 可能是陪朋友或是陪男女朋友去拜拜 哦 所以意思就是 还不是亲人 OKOK 还没有嫁到别人家 或者还没有迎娶之类的 就只是男女朋友也不移到别人家的坟前去击拜 对 可以陪同 但不要点香或是拜拜 以免祖先对你产生好奇 就这样跟着你回家了 Oh no 尖叫声 OK 不过当然你如果已经成为一家人家就没事了 但是如果关系还不明确的话 还是不要吧 去约会就好 OK 不要去扫墓 以上呢就是我们为大家稍微整理以及提点的这个十大禁忌 其实里面有一些禁忌真的还是有一些科学的依据 不过当然如果你觉得里面有一些真的是不合时宜了 那你就要斟酌一下 不过清明扫墓节毕竟是一个传统 每个家族有自己的一些仪式跟习俗 可能还是先跟家里的长辈这些活人 先好好的沟通 免得弄了大家活人也不开心 亡生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窘境 Anyway That's it for this week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Purple Power湘民纸报报的节目内容 我是Dr.墨墨金哥 我是隔壁小王 既然还没去扫墓的赶快去扫墓哦 我们下周节目见 拜拜 PTT 此报此报此报 此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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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报